搜索中国狠人,揭秘大内幕,欢迎来到狠人传,咱们今天来说说浙江温岭砍杀案,这起案子发生在浙江省温岭市横峰街道,当年叫横峰镇,2000年的时候,这横峰镇制邪业特别发达,别看镇不大,本地人口也不多,当时本地人口也就几万人, 但是外来流动人口就将近十万,一个镇上就有大大小小三百多家鞋厂,这一年11月25号中午,在锦达鞋厂对面,卖大米的小峰,就之前呢,应锦达老板的约定,送一道二十斤重的大米到他家里边,小峰呢,扛着大米,吭吃吭吃的,快进家门的时候,在三楼的过道里边啊, 发现一个人躺在地上,哎呦,这可把小峰吓坏了,他感觉到事情不对,于是没敢接着往前走,而是退到楼下,立刻拨打了110报案电话,警方到了现场之后,一看躺在地上的,正是锦达鞋厂的老板,姓金, 这金老板的尸体啊,被塑料薄膜盖着,警方呢,揭开这薄膜一看,发现金老板的脖子和双手都有被锐气砍伤的痕迹,脖子上还插着一把菜刀呢,尸体周围到处是喷溅状的血迹,墙上的血迹甚至有一米七八那么高, 可见凶手作案手段极其残忍,经过检查,死者死于颅脑死亡,因为发现的时间是在中午,一家人呢正是吃饭的时候,所以啊,别人都没发现金老板死亡,反而是小峰送大米,这才发现的, 金老板呢,在当地呢,这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成功人士,他家呢,自己盖的五层小楼,一楼二楼啊,平时是车间,四楼和五楼呢,因为暂时用不着也没装修就那么空着呢,三楼是金老板夫妇住的房子,一楼呢,有个大铁门,从二楼到三楼也有个大铁门, 另外金老板夫妇还在从三楼的走廊进入三楼客厅的地方,也增加了一道大铁门,那么到底是谁能穿过三道铁门进入三楼行凶呢? 行凶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警方经过现场勘察,金老板浑身是血,躺在三楼的走廊里,并没有进入三楼的铁门, 而老板娘啊,也死了,倒在北边卧室的床铺边上,被人用胶带捂住了口鼻,是最终窒息而死,老板娘旁边有个保险柜,保险柜的门已经被打开了,里面的东西啊,被洗劫一空, 老板娘口鼻上不是有胶带吗?凶手在缠胶带的过程之中,会不会留下指纹呢? 这计真人员经过仔细地提取,终于是提取出来一枚指纹,在金老板尸体旁边呢,还提取了几个脚印,是光脚的脚印。 由此警方推测,当时嫌疑人挟持了老板娘之后,逼迫老板娘说出保险柜的密码,财务到手之后,残忍地把金老板夫妇杀害。 于是警方啊,把这起案件初步定为入室抢劫杀人案。 那么嫌疑人到底是谁呀?四周围走访一下吧,问问周围的邻居们吧。 根据了解呀,案发当天晚上,金老板呢,邀请了一些牌友到二楼打麻将,一直打到挺晚的。 那这些牌友又都是谁呢? 很快警方就查明了,这几个牌友啊,都是旁边鞋场的老板,大家都是开鞋场的,都是同行。 哎,会不会有谁因为恶意竞争而谋害了金老板夫妇呢? 因为金老板夫妇这锦达鞋场在当地来说生意做的是不错的。 但在调查过程之中,这些鞋场的老板们也都说,大家虽然是同行,不过自己做自己的生意,谁也不可能为了生意这点事儿就干杀人的这勾当啊。 随后尸检报告也出来了,经过法医尸检,金老板夫妇遇害的时间是在后半夜,这些牌友呢,打到午夜十二点就都回家了。 所以也就排除了这些牌友的嫌疑,后半夜被人害死的,那后半夜两口子睡觉得锁门呢? 咱刚才也说了一楼大铁门,二楼到三楼也有大铁门,三楼还一个大铁门呢? 一共三道防盗门,想从外边强行进入,可能性太小了。 哎,正在这个时候,警方有了一个猜想,咱一开始不就说了吗? 他们这五层楼啊,四楼五楼没人住也没装修是毛坯,就在那空着的,平时也没人上去。 那会不会是嫌疑人提前在四楼五楼就潜伏下来了,等夜深人静,金老板夫妇睡熟了,这才出来行凶呢? 警方立刻对四楼五楼进行了一个勘场,果然在四楼发现了一些随意丢弃的烟头,还有鞋印,以及有人类的排泄物。 有烟头,那么这就能够提取DNA样本,再加上人的排泄物,那提取就更容易了。 还有鞋印,还有之前胶带上的指纹。 最关键的痕迹物证,现在可都收集齐了呀,那是不是就能顺利找到嫌疑人了呢? 如果这个案子放到现在,那是轻而易举。 但是,这案子发生在23年之前,2000年,当时的刑侦技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虽然掌握了这些生物样本,但因为当时啊,全国公安系统还没有建立起来联网的数据库,没有办法进行比对,这些证据呢,只能作为一个参考。 咱们再简单点来说,只有当警方确定嫌疑人的身份,提取了嫌疑人的生物样本之后,再跟现场发现的生物样本进行比对,如果完全吻合,就能确定嫌疑人是不是警方要找的人。 所以,就是现在,如果有这些指纹,有这些生物剪裁,是能够顺着这些找出嫌疑人的,而在当年,只有先把嫌疑人给抓着了,再进行对比,进行确认。 这两个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呢,想凭借这些生物样本,在人海之中找出嫌疑人来,在当年来说那叫大海捞针,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但是,过去技术不先进,那你也得破案呢,自然,你就得想其他的办法啊。 对金老板夫妇生前生活圈交际圈,就进行了一个深入调查,这时候发现他们遇害的日子呀,正虎在工厂发工资的那几天。 那时候,没有微信,没有支付宝,没有手机转账,甚至,工资卡银行卡还没那么土吉呢,人们最喜欢用的,最习惯用的,那还是用现金。 那时候发工资给工人,也是发现金。 鞋厂里边一百来号工人,那时候啊,在锦达鞋厂,一个工人一个月,差不多能拿到两千块钱左右的工资。 所以金老板每个月到发工资的时候,都得提前准备二三十万的现金。 嫌疑人选在发工资的日子行凶,案发现场的保险柜也被打开了。 他怎么知道那几天发工资呢? 这就说明嫌疑人对于鞋厂非常熟悉,而且这是有目的的行凶,为的就是这笔巨款。 那是不是说凶手屋应该是个内鬼? 这个信息啊,也让案件逐渐明朗起来。 只要揪住这个内鬼,就能破获这起案子。 那么这内鬼到底是谁?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警方啊,想来想去,认为很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是个内鬼。 这锦达鞋厂,一共有一百零三名工人,排除女工之后还剩下七十六个人。 案发现场发现的脚印,也给警方提供了筛选条件。 因为咱们之前也讲过,根据鞋印的尺寸大小深浅,能分析出来很多信息。 就判断出来,嫌疑人的年龄应该在二十多岁,身高那一米六二到一米六八之间。 在这个范围之内的,一共是四十六个人,是不是把这四十六个人的生物样本和现场发现的样本,进行一一比对之后就能发现嫌疑人了呢? 所有人都这么想的呀,但是,可没这么简单。 经过筛查之后发现,这四十六个人里,没有一个人符合条件。 警方一头雾水,这是怎么回事啊? 想不明白的时候,又有了新的情况。 有工人反映,金老板出事当天,也就是十一月二十五号白天,就已经发了工资了。 如果嫌疑人真是鞋厂的工人,不可能在明明知道老板刚发工资的情况之下就去老板卧室里边偷去。 他得知道啊,你偷也偷不着什么呀。 所以,就剩下一个可能了,嫌疑人。 熟悉鞋厂内部环境,知道什么时候发工资,但目前不在鞋厂,已经离开鞋厂了。 但是啊,像这种在鞋厂做工的工人,换工作太常见了。 铁打的鞋厂流水的工人呢,想找到完整名单,简直比登天还难呢。 甚至好多鞋厂啊,招聘工人的时候根本就不登记。 但没办法啊,眼下的线索,确确实实指向了曾经这里的工人。 经过四处打听,终于找到了一份并不完整的名单,确定了73个嫌疑人。 那么凶手是不是就藏在这73个人里面呢? 警方对这73个人重复了之前的询问流程,也录了指纹,比对了脚印,录入了DNA样本,但遗憾的是,还是没有吻合的。 这嫌疑人就这么凭空消失了吗? 因为金老板夫妇遇害,镇子里边的人呢,都非常关注这件事情,这给警方带来巨大的压力。 再一个,这金老板夫妇啊,人家有孩子呀,他们唯一的孩子叫金锐,金锐是侥幸逃过一劫的。 金老板夫妇特别心疼儿子,吃的用的都是在条件能达到的范围之内给最好的,连孩子上学都是送到附近最好的学校。 因为两口子生意忙啊,没时间照顾孩子,特意给孩子选了个寄宿学校,这样,学校里边的老师能够对孩子严加管束啊。 25号那天,本来是金锐回家的日子,但因为爸爸妈妈临时有事,所以金锐呢,提前就回了学校。 要不然,要不是因为这阴差阳错的,这金锐也会死在嫌疑人的刀下,那么这起案子可就成了灭门惨案了。 但办案民情也知道,尽管金锐活下来了,但是金锐的心啊,已经凉透了。 最爱自己的爸爸妈妈死了,没有亲人了,成了孤儿了。 金锐整个人就跟变了似的,也不说话了,成绩一落千丈。 有时候啊,上着学呢,就偷偷逃课,跑到父母坟前,包着父母的墓碑嚎啕大哭。 据老师说呀,金锐上课的时候也经常一个人发呆,也不听讲,也不看黑板,就抬着头,在那愣愣地盯着天花板看。 回到家里边,家里的亲戚,都想着把金锐叫过去,给点好吃好喝的,哄哄他,但甭管谁叫他吃饭,他也不答应,就是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 看到金锐的这个样子,警察呀,更加急切了,无论如何,得把真凶缉拿归案给这个孩子一个交代呀。 现在没有数据库啊,没有其他线索呀,那只能用个笨办法,就是,人工进行一一的指纹比对。 咱们现在看一些影视作品,包括讲的近些年的一些案子,都是,采集到生物样本输入电脑数据库,系统自动比对。 要是快的话,几秒钟就能比重。 但实际上在当时,行针手段没这么先进,想比对指纹啊,嘿,就是靠肉眼,拿着放大镜一点一点的比。 通过对比指纹上的重要节点,确定两枚指纹是否一致。 哪怕是最专业的人员,最熟练的人员,平均对比这一组指纹,至少得需要15分钟。 所以这个办法是没办法中的办法,您各位想,熟练的人员,对比一个指纹都得15分钟。 那要有10个呢?100个呢?1000个的?更为难的是什么呢? 现在,你想跟外地的指纹数据库进行比对,也是在系统里面啪就比上了。 但过去,想跟其他地方的公安局联合办案比对指纹,得通过邮寄的方式, 把这指纹弄成照片,寄过去,那边再比一比,完再把结果寄过来,效率非常的低, 十分的消耗人力物力财力。 但是,为了破获这起案件,那也得试一试,哪怕再难,也得这么去做。 但比对工作呀,远比想象中要复杂得多呀。 一转眼,这起案子过去13年了,还是没有破案,没有传来好消息。 不过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让这起案件呢,突然就有了新的转机。 什么事情呢?2013年的时候,全国各省公安机关的DNA数据比对数据库,已经实现了联网了。 所以指纹比对呀,不用再一个一个拿着方达镜在那看了。 指纹数据的甄别和比对,进入到了互联网时代一键化操作的时代。 温岭公安局第一时间,就把这起案件之中提取到的DNA数据,上传到了全国数据库,期待着有一天,这嫌疑人能浮出水面。 但是,这一等,又是一天天的过去了,一天又一天,始终没有个结果,一直到了2014年夏天。 负责DNA数据库的警察同志,给温岭公安局打来一个电话,传来了一个好消息,说有一个目前在江西封城的人,DNA数据和1125砍杀案的嫌疑人数据,比对上了。 温岭警方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也顾不上迟疑,立刻赶往嫌疑人所在的封城煤矿。 那么,嫌疑人此时此刻还在煤矿那儿吗?能不能顺利地找出他来呢? 上期节目啊,咱们说到了,温岭警方呢,立刻赶到了嫌疑人所在的封城煤矿,找一名矿工,这名矿工啊,叫燕向钱。 燕向钱,在见到警察的那一瞬间,没有任何反抗,反而长输了一口气。 我认命了,这一天还是来了。 据燕向钱说,自从杀了金老板夫妇之后,十几年来一直坠坠不安的, 见着警车浑身发抖,整个人那吓得一阵阵的出嘘汗, 所以才来到封城当矿工,因为是在地下呀,四处都是黑不隆东啊。 只有在这种黑暗的环境之下,谁都见不着他的环境之下,他才能得到一些安宁。 为了让心情舒服一点,玩了命的工作,哪怕生病了,也赶紧下矿工作。 在这些矿工里,燕向钱这俨然就是劳模啊。 别人一个月呀,顶多上工二十六天,周末呢休息一天。 但因为工作量太大,二十多岁的小伙子都扛不住。 但燕向钱,一天也不休息,一年年的连轴转,一门心思都铺在工作上。 他呀,哪儿是不想休息啊,是不敢休息啊。 只要不工作,就会想起来杀人的那个夜晚。 那燕向钱又是怎么被警方发现的呢? 原来燕向钱,想通过拼命劳动,拼命工作,麻痹自己。 但是领导们看来,这是个勤奋上进的好员工。 所以2013年,领导考虑到年纪大点了,让他去当爆破工。 工作呢更轻松,薪水呢也高出去不少。 燕向钱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一点也开心不起来。 因为他当时就觉得很可能要坏事,因为爆破工是特殊工种,必须体检之后才能上岗。 燕向钱呢,抖抖活活来到医院,听说体检需要抽血,这手就不停地发抖,他就觉得要出事。 怎么也没想到刚体检完了,还没成为爆破工呢? 警方啊,顺着血液结果,就找到他了。 交代完这一切,燕向钱,整个人都放松了。 但警方有疑问啊,燕向钱和金老板夫妇没有交集,他是怎么潜伏到鞋场的呢? 他怎么对鞋场的情况那么熟悉呢? 最重要的一点,案发现场采集到的脚印和指纹和燕向钱的根本对不上啊。 在警方询问之下,燕向钱交代了一个同伙的名字,叫冯欧阳。 听到这名字的一瞬间,警方觉得很熟悉,突然想到这个名字出现在当年的花名册里,是那一百一十九个嫌疑人之中的一个。 那既然如此,当年冯欧阳是怎么躲过警方搜查的呢? 这事儿啊,只能抓着冯欧阳之后再问他了。 通过信息调查,发现冯欧阳还在温岭本地呢,而且就住在离案发现场不到十公里的地方。 警方很快就逮捕了冯欧阳。 冯欧阳也一样,没有任何反抗,交代了当年的犯罪事实。 冯欧阳说呀,其实当年警察找到他的时候,他心里咯噔一下子觉得这回肯定是完了。 但没想到,到了公安局,录了指纹录了脚印,警察也没说什么让他走了。 后来他觉得,可能真没什么事儿了,也就安心生活下来。 明明冯欧阳就是行凶的嫌疑人为什么民警没发现呢? 为了解开心中疑惑,警方再次对冯欧阳的指纹和谐印进行比对,还是比对不上。 奇了怪了呀,怎么就比不上呢? 这时候大家突然想到会不会还有一个人呢? 果然,在对两名嫌疑人进行再次审问之后,俩人呢,供出来了第三个同伙,叫杨云鹏,在江西封城一个镇上卖菜呢。 温陵警方赶到那儿亮明身份之后,杨云鹏也跟那俩人一样没反抗直接跟着警察就走了。 后来经过数据比对,现场发现的指纹和脚印都是杨云鹏的,至此三名真凶全部落网。 那么真相该浮出水面了,在2000年那个冬天的夜晚究竟发生了什么? 那年冬天的,这几个华钱大手大脚的年轻人聚在了一起。 冯欧阳就对烟相前和杨云鹏说,自己以前呢,在一家鞋厂上过班,老板有钱,关键是准点发工资,要不咱抢去吧。 冯欧阳一直记得金老板发工资啊,就是在那几天,于是提前潜伏在了四楼。 结果那天晚上等上了三楼才发现,三楼走廊里又假装了一道铁门。 没办法,几个人呢,只好等金老板夫妇回来。 不打一会儿,楼道里边就传来金太太上楼的声音。 三个人合伙,把金太太制服了,逼迫金太太说出来保险柜的密码,结果保险柜一打开,里边根本没什么钱。 一问才知道赶紧白天,工资已经发出去了。 撒人就觉得冒这么大风险,就抢这么点钱。 那得不偿失啊,可就在这时候,房门外边又传来了金老板上楼的声音。 因为害怕被金老板认出来,杨云鹏决定痛下杀手。 这样,悲剧发生了。 这场跨越十几年的追捕,等到嫌疑人真正落网的时候啊, 从他们脸上看不到当时年轻时候的利器。 这仨人,一个是矿上有名的老模,为人和气热情,助人为乐。 另一个是十里八村都知道有口皆碑的老好人。 还一个是在附近老百姓心里边诚信经营的好商贩。 谁都没法把这三个人和杀人犯画上等号。 其实啊,导致他们三个产生变化的原因,之所以改头换面了不光是时间。 年龄大了,慢慢地成熟了。 更重要的是因为家庭,三个人都成婚十几年了,有了家庭,有了孩子。 他们也经常会想,被杀害父母的金瑞是不是也大了呢? 当年惨案发生的时候,金瑞不过是个十六岁的孩子呀。 三人落网的时候不约而同的都说了同一句话。 对不起自己的妻子,对不起自己的孩子。 行了,这出发生在千禧年的浙江温岭砍杀大案,就为您讲完了。 更多内容啊,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吕鹏大案计时,中外罪案始录。 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欢迎收听《情感大案》,我是吕鹏。 咱们今天来说一位加拿大的连环杀手。 一个普普通通的养猪场,竟然埋葬着几十位女子的冤魂。 被称为老实人的一个男子,竟然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他就是加拿大历史上最恶毒的连环杀手罗伯特·皮克顿。 这起案件时间跨度将近二十年,受害者有六十多位, 并且全都是封尘女子,性工作者。 最可怕的是,凶手把这些女人杀害之后,都把尸体喂了猪。 真相曝光以后,因为受害人太多,性质太恶劣。 这起案件被认定为加拿大史上最大的连环凶杀案。 凶手用来善后的养猪场,也成了加拿大历史上最大的犯罪现场。 那么,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温哥华位于加拿大的西南角,离美国很近。 温哥华东区啊,曾经是一个贫穷混乱的地区。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儿就是罪犯的天堂啊。 一到晚上啊,大量打扮妖艳的女人就开始游荡在街上招揽生意。 1949年10月24号,罗伯特皮克尊出生于温哥华东面的高贵陵港。 家里边几代人呢,都是开养猪场的。 虽然家里条件还不错,但小罗伯特过得并不怎么样,因为他的生活全是围绕着猪进行的。 他和弟弟大卫从济世起,就在自家农场干活。 他还有个姐姐叫琳达,只不过父母觉得女孩养猪不太合适。 所以就把琳达送到亲戚家住去了。 在学校里边啊,兄弟俩被同学们称为臭臭的小猪。 因为母亲啊,只管养猪,对兄弟俩的个人卫生啊,也完全不在乎。 所以啊,罗伯特和弟弟经常穿着脏衣服去学校上课,身上也免不了会散发出猪饲料和猪粪的臭味,因此没人愿意跟他们坐在一块。 1963年,14岁的罗伯特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 既然同学都不喜欢自己,那干脆不念书了,对此他的父母呢也不反对。 于是14岁的罗伯特正式当起了农场屠夫。 每天面对血腥的屠宰场面,罗伯特是一点都不带害怕的。 一股脑的炸进农场,每天在母亲的监督下,干着苦活累活。 这样平淡枯燥的日子一过,可就是15年。 直到1978年,家里呢,发生了变故。 罗伯特的父亲呢,病逝了。 紧接着第二年,他的母亲也去世了。 虽然说家里算不上捕福多贵吧,但养猪场和农场占据了大量土地,这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罗伯特三姐弟呢,开始分割财产。 姐姐琳达嫌弃养猪场脏,不愿意要,提出算他一点股份就行,并且家里的积蓄也都归他。 弟弟大卫觉得罗伯特从小跟猪为伍,农场和养猪场应该归哥哥,给自己点股份也就行了,然后要求把家里的房子也给自己。 就这样,罗伯特接管了家里的农场和养猪场,可是又没钱又没房啊,他干脆住在了农场附近的拖车里。 罗伯特也觉得没什么不好的,毕竟父母还在世的时候,他被管教得非常严,经常被父亲打,常年只知道闷头干活,如今他也算是彻底解放了。 家里的养猪场啊,通常会剩下一些猪肠啊,内脏啊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需要送到温哥华东区的一家工厂。 继承了养猪场的罗伯特,开始频繁地前往东区。 从来没见过大世面的他,就跟发现了新大陆似的,这儿一到晚上,到处都是农装燕抹,穿着暴露招揽生意的女人。 罗伯特尝试一次之后,就流连忘返了。 他也在东区,找到了似乎从未有过的存在感。 用他的话来说,姑娘们不仅打扮得时髦漂亮,说话又好听,一口一个老板哥哥这么叫着啊,听得他那是飘飘然的。 相对于过往几十年平淡的日子,这种潇洒的生活方式让他很沉迷。 或许是积攒多年的情绪终于能倾泻而出了。 罗伯特呢就染上了一个特殊的癖号,SM,也就是性虐待。 他经常带着这风尘女人吧,到他的拖车营地过夜。 有的女人呢,不愿意玩这些重口味的游戏,罗伯特就会拳脚相夹,最终闹出了人命。 对于十四岁就敢宰猪的罗伯特来说,他是一点也不心慌,就用平常处理猪肉的方式来处理这些受害者。 此时温哥华东区,不断地有性工作者失踪。 但这些女人呢,本来就居无定所,也没什么朋友,甚至大部分人连名字都是假的。 所以他们的失踪也没引起人们的重视,警方也懒得去管。 而那些性工作者,他们干这行儿,本来就是夹缝里求生存。 所以尽管知道危险,可还是愿意跟着客人出门。 1987年,因为失踪的人实在太多了,加拿大皇家警察呢,成立了一个调查小组。 可是警方啊,打心眼里看不起这些性工作者,所以调查也就是走走过场。 再加上一直找不到失踪者,所以警方认为失踪的那些人呢,可能是到别的地方招揽生意去了。 调查小组象征性的调查了两年,也就解散了。 警方的不重视,让失踪者的家属异常的愤怒。 但他们呢,又没什么办法,只能每年举行一次游行活动,用来纪念那些失踪的人。 当时在东区流传着一种说法,说当地有一个超级连环杀手,专门瞄准性工作者。 对于这种说法,加拿大警方也不承认,那当然不承认了,那不打俩吗? 他们说了,失踪的人啊,大多数是搬到别的地方谋生去了,或者吸食违禁毒品,把自己啊,给吸死了,根本不存在什么超级连环杀手。 警方如此冷漠,生活在底层的人们,那也是无可奈何呀。 那么,这件事情后来的转机又是什么呢? 1994年,罗伯特的养猪场啊,生意不景气,他只能变卖一部分土地,变现了520万美金。 这些钱呢,也同样按比例分给了姐姐和弟弟。 罗伯特兄弟俩拿着钱了,那开始放飞自我呀,啊,这一下这家伙百万富翁啊。 1996年,罗伯特呢,成立了一个名叫小猪宫殿好时光社团的慈善机构,通过组织大型舞蹈表演和派对来筹钱。 经过和弟弟的协商,罗伯特呢,还把猪场的大房子改造成了聚会地点。 就这样,猪场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大型娱乐会所,甚至还有一些政府官员帮着打广告呢。 很快,慈善机构名声打造,为了吸引更多的女性过来,她提供大量的免费酒水,还有烤猪排。 这一招啊,效果特别好,很多人呢,都慕名而来,尤其是东区的性工作者和一些社会上的混混。 于是每当夜色降临,成百上千的汽车、摩托车扎堆地到养猪场聚会。 人们尽情地疯狂,有的人在天亮之后才醉醺醺地离开,有的甚至喝到大醉直接躺地上就睡。 据统计,多达数千人来参加过派对,可是在疯狂聚会的背后,没有人注意到每次聚会都会有那么一两个女人失踪。 这当然就是罗伯特干的,她会把女人带到拖车里边下手,事后呢,会把一部分骨骼直接埋到猪场。 更多的石块是随着猪内脏一起运到东区处理厂。 失踪女人不会留下任何痕迹,所以也一直没人发现罗伯特的变态行为。 她在农场的工人眼里啊,还是那个话不多,不善交流,对工人还不错的老师人。 在那些来参加派对的人眼里,罗伯特也是个老好人,居然免费提供烤猪排给大伙吃。 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失邪呀? 1997年3月22号,罗伯特在温哥华东区遇到了一个叫温迪的姓工作者。 他把对方带到自己的拖车,在罗伯特要给他戴上手铐时,遭到了温迪的言辞拒绝。 气急败坏的罗伯特,拿起刀进行威胁。 温迪在绝境之中爆发出了惊人的力量,疯狂地在那反抗,最终两个人都受了伤了。 温迪侥幸啊,跑到了路边,遇到了一位路人,最终获救了。 随后警方在医院把罗伯特抓获。 他面临谋杀未遂的指控。 不过因为温迪吸食为禁品,头脑不太清楚,他不愿意出庭作证。 后来在罗伯特交了两千块钱保证金之后,这起案子也就不了了之了。 但是经过这件事情,有居民给警方打电话说,最近大量失踪的女性很可能跟罗伯特有关。 因为他行为怪异,经常有人看见他带着女人到猪场,所以很有必要查一下他的猪场。 警方呢,确实也派了警员到猪场调查。 不过也就是例行公事,随便问一下话,看看猪场的猪,调查也就结束了。 1998年,罗伯特他弟弟大卫,因为犯性侵罪,被逮捕了。 1999年,在罗伯特家猪场上班的比尔西斯克斯,向警方透露,他看到了报纸上刊登的失踪报道,觉得很可能跟自己老板罗伯特有关。 因为罗伯特经常开着一辆车到处瞎晃悠,那辆车的车窗还被涂成了深色。 更恐怖的是,猪场啊,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这里的猪呢,不但不怕人,还天天追着人跑。 他还提到,罗伯特的一个朋友丽莎曾经说过,在养猪场,见过几个女人的钱包,还有身份证件。 警方啊,就找到丽莎,向她求证,但是丽莎呢,拒绝和警方合作,这个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几个月之后,一位警方的线人告密说,有一位叫林恩·艾林森的人,看到罗伯特准备拿刀对一个女人下手。 不过当警方询问林恩时,他却死都不承认了。 实际上林恩呢,是不敢告发,因为他吸食违禁品的钱,都是罗伯特给的。 同样是在这一年,又有人啊,向警方提供线索,说罗伯特农场的冰箱里,装满了人类的躯干。 得知此事的警方啊,立刻找到罗伯特问话。 他当然是一口否认啊,还特意强调,如果你们愿意,可以进农场随便搜,随便查。 最终警方呢,也就是问问而已,没有进行实际的搜查。 就这样,虽然在1997年到1999年之间,众多的线索都指向了罗伯特,但是加拿大警方完全不作为。 2000年,小猪宫殿好时光社团因为太吵了,被邻居投诉,结果就关门了。 虽然说社团不在了,但罗伯特的犯罪并没有停止。 对于不差钱的他来说,那些不知情的风俗女人排着队要上他的车呀,毕竟他有钱呢。 2001年,失踪女子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惊人的59人。 政府压力也大,于是加拿大皇家警察又成立了一个调查组,负责调查这些莫名失踪的人。 由于案发地靠近美国,一档打击犯罪的节目,美国通缉令也对这起案件进行了报道,并且大张旗鼓地悬赏10万美元。 由于节目收视率特别高,马上就有一万多人前来提供线索,其中也有人提到了罗伯特。 但线索呀,实在太多,警力有限,所以调查进度呢,非常缓慢。 到了这样的一个局面,还是有人陆续失踪,很快失踪人数就增加到了65人。 那么最终,罗伯特的罪行是如何败露的呢? 2002年2月初的时候,曾经在罗伯特家猪场工作过的司机,斯科特丘布,告诉警方说,曾经在罗伯特家见过几把枪。 2月5号,警方拿到了搜查令,直接突袭了罗伯特的养猪场。 这一次搜查,果然发现了几把非法枪支。 更重要的是,警方还在罗伯特的拖车里啊,发现了手铐、女士衣服、鞋子和珠宝首饰,还有一个致哮喘用的吸入器。 这很可能属于失踪女性赛瑞娜。 拖车里呢,还有不少的血迹。 经过DNA检测,血迹属于失踪者莫娜。 2002年2月22号,恶魔罗伯特终于被逮捕。 并且被指控谋杀塞瑞娜和莫娜的罪名。 看到罗伯特被捕,之前不敢告发的林恩·艾林森也站了出来,表示确实看到过罗伯特的变态行为,而且愿意出庭作证。 警方有理由怀疑,那些失踪的女性都遭到了罗伯特的毒手,所以对养猪场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 加拿大警方调用了很多重型装备,比如推土车、自卸卡车、两条15米长的扁平传送带、土壤筛分机等等,对猪场和农场进行了细致的挖掘工作。 很快一块又一块的碎骨被挖了出来,最终针对罗伯特的指控达到了15项。 这些案件对于法医部门来说很头疼,因为猪场、农场实在太大了,要从每一寸土壤里筛选证物再拿去做检测,耗时又耗力。 最终取证工作一直持续到了2003年11月份,警方利用各种重型装备,一共筛选了近30万立方米的土壤,采集了20万份DNA的样本,查获了60万件证物碎片。 这次调查也成了加拿大史上最大的法医调查,政府耗费了7000万元的巨资,最终结果是找到了约80个身份不明的DNA图谱。 男性跟女性各占一半,猪场被搜查了两年,政府也把猪场封禁了。 2005年5月26号,针对罗伯特的指控又增加了12期,一级谋杀指控的总数达到了27项。 一时之间,罗伯特恶名在外。 2004年3月11号,加拿大卫生部门透露出一个惊人的新闻,罗伯特出售的猪肉里面有人肉。 要知道,罗伯特办派对的时候,经常免费供应猪排,他家的猪肉在当地也有销售,还送了很多给附近的邻居呢。 他作案近20年来,吃过他家猪肉的人不计其数,可以想象这一则消息对于当地人来说,那是有多甚人啊。 2006年1月30号,审判开始。 面对27项一级谋杀的指控,罗伯特呢,一律否认,他在法庭上啊,出奇的冷静。 对于他为何要对那些女性下手,他只字不提,检方呢,也束手无策。 因为想定罗伯特的罪,确实不容易,毕竟连一个直接证据都没有。 不过警方也料到会有如此的局面,所以呢,早在罗伯特刚刚被抓住的时候,就安排了一位警员,伪装成囚犯,跟罗伯特关在一起,博取他的信任,套他的话。 嘿,这罗伯特呀,果然上当了,甚至跟对方炫耀着说,再杀一个就可以凑齐50个了。 2007年,审判继续。 因为证据不足,27项指控被驳回一项,剩下的26项被分成两组,一组6项,另一组20项。 当年12月9号,陪审团宣布,罗伯特第一组的6项一级谋杀罪名不成立,但二级谋杀罪名成立,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25年内不得假释。 由于加拿大已经废除了死刑,所以这已经是二级谋杀的最高刑罚了。 本来还要对其他指控进行审判的,但政府觉得没必要,因为他的刑期已经是加拿大法律规定的最高刑期了。 即使被判有罪,刑期上也不会再增加了。 而且此前加拿大政府已经在此案上花费太多,审判其他指控还不知道得花多少钱呢,没必要再把钱浪费在这个上面。 对此遇难者家属持有不同的意见,一部分人表示不满,毕竟亲人被害却没有人为他们主持公道。 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亲人被害的可怕细节不会在法庭上播出,也让他们感到安慰。 实际上啊,这起案件的作案过程,十分的血性残忍,很多细节都是严格保密,不允许公开的。 在审判期间呢,也仅仅公布了很少一部分照片。 2012年12月,失踪妇女调查委员会发布了题为被遗忘者的最终报告。 报告中说,加拿大警方对此案负有一定的责任。 当时警方无能地调查,加上警察和社会对性工作者的偏见,导致了这起史无前例的悲剧。 而另一边呢,在监狱里的罗伯特啊,还在不停地折腾,甚至还出了一本自传,偷偷地交给别人带出监狱,还进行了出版销售。 但由于内容太过于惊悚,激起了民愤,最终啊,书还是被下架了,有关罗伯特的犯罪动机。 有人认为啊,跟他母亲强势的管控有关,也有人认为和他的工作有关,至今为止,也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 目前罗伯特呢,还在魁北克监狱里面活得好好的,但不出意外的话,他可能永远也走不出这座安全级别最高的监狱。 好,这个故事讲完了,我们接着讲下一个故事。 咱们今天呢,说的这个案子发生在浙江温州苍南县,2013年5月3号晚上,一个叫朱敬元的人下了班之后,带着给女朋友买好的夜宵回到家。 哎哟,就感觉这气氛有点不对劲。 往常啊,每天他回来,女朋友葛飞呢,都特别高兴,还会去喊隔壁住着的几个堂兄弟一起过来吃夜宵。 但是,这一天朱敬元一回来,女朋友闷闷不乐,还说不想吃东西,就躺下了,也不理这朱敬元。 朱敬元担心呢,摸了摸葛飞的额头,是不是发烧啊,你是不是感冒啊,哪难受啊,葛飞呢,还是不理他,把他手就给推开了。 这时候眼角啊,巴得别的就开始流眼泪。 朱敬元,当时那是障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啊,怎么回事啊,我哪做错了呀? 他既然心情不好,那我也别追问他了,让他睡一觉,明天就好了吧。 他呢,抱着女朋友安慰了一会儿,因为白天忙活了一天也太累了,不知不觉的也就睡着了。 这朱敬元呢,二十八岁,他其实不是温州人,他是贵州省纳庸县人。 之前呢,结果一回婚,一年之前,跟老家的妻子啊,就离了婚了,感觉在老家也没什么出路。 毕竟江南地区,繁华呀,富裕呀,机会多呀。 跟俩堂兄弟一起,就来到了浙江温州苍南县,打算闯荡闯荡。 兄弟几个呢,在苍南县一家协业公司找着了工作,然后在公司附近呢,租了一套房子,就都住在这儿了。 过了没多久,就认识了葛飞,这葛飞呢,跟朱敬元他们算是老乡,不是一个县的。 这葛飞呀,只有十八岁,是贵州前东南州,丹寨县人,他在附近一个酒店工作。 这俩人,既然是老乡,互相感觉也不错,就谈起了恋爱,刚一谈恋爱,朱敬元就实话实说了。 飞飞,我离过婚,呃,前妻呢,跟我有个女儿,两岁了,办完离婚手续,我前妻就把女儿丢给我爸妈,就走了。 这事儿,我可不能瞒着你。 葛飞就说,我只在乎你这个人,我不在乎那些,只要你对我好,我就愿意跟着你。 朱敬元很感动啊,就把葛飞接过来,俩人就同居了。 他们不是租的一套房子吗?俩人呢,就住在主卧室。 因为葛飞,才十八岁,没到法定结婚年龄呢。 尽管俩人感情好,想结婚,但是没法领证啊。 哎呦,照理说,这对小情侣感情一直甜甜蜜蜜,也没红过脸,也没吵过嘴,这天葛飞这是怎么了呀? 转过天来,是个星期六,朱敬元呢,这天在家休息。 起床之后,发现女朋友还是闷闷不乐的,朱敬元不放心不踏实,就问他呀,非非到底怎么了呀? 你跟我说实话呀,你不说,我看你这个样子我也着急,我也难受。 葛飞呀,终于开口了。 老公,要是你最亲的人背叛了你,你怎么办呢? 啊,亲人背叛,什么意思啊? 朱敬元,完全没听明白,但就感觉应该是出了什么事,并且是不得了的大事。 这时候葛飞一把抱,别别铁哭。 你家敬元,欺负我了。 啊,你说什么? 朱敬元,听完之后整个人都愣住了,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呀。 冷静下来之后细意追问,这葛飞呢一五一十的就都说了,原来前一天也就五月三号早上,朱敬元跟弟弟朱敬军、朱敬生这仨人呢都上班走了。 葛飞呀,是每天十一点才上班呢,就还在屋里边呼呼睡着呢。 朱敬元的另一个堂弟叫朱敬全,睡在另一间卧室,起来上厕所。 他呢,突然呢就把哥哥朱敬元住的那个主卧房间的门推开了一个门缝。 他平时就感觉自己这嫂子长得漂亮,就总是动歪心思。 就见葛飞在床上睡着,穿着睡裙,就在腰上搭了一条毛巾背,唯有露出来的胳膊大腿那个白呀,身材这个好啊。 朱敬全正是青春期呢,再也控制不住了,闯入房间,就扑倒在了葛飞身上。 葛飞这一下子就被惊醒了呀。 一看,竟然是朱敬元的堂弟朱敬全,玩了命的挣扎呀。 但家里边没别人救他们俩,他哪是朱敬全的对手啊? 很快朱敬全就得手了,强暴了自己的嫂子之后。 朱敬全也感觉害怕。 哎哟,对不起我哥呀,我这也违法犯罪呀,赶紧说着对不起,回到自己房间把门就反锁上了。 葛飞这时候是又愤怒又屈辱啊。 他知道朱敬元这些年过得不容易,如果再知道弟弟朱敬全竟然做了这种事,该怎么办呢? 就因为内心纠结,所以前一天晚上朱敬元回来之后,葛飞就自己哭自己的也没告诉朱敬元到底发生什么。 但再三考虑之下,我还是得告诉他我不能对不起他呀。 把这事一说朱敬元这么一听,整个人气的呀。 朱敬全,你看的,这是禽兽不如的事啊。 这朱敬全呢,是朱敬元四叔的儿子,原来呢,在浙江绍兴袍新区一家工厂打工。 一二年年底,辞职之后,就来投奔朱敬元他们了,就想着兄弟几个在一起,互相也能帮衬着点。 朱敬元是这哥几个里边的老大,作为长兄来说对弟弟们很照顾, 就让朱敬全跟另外两个堂弟朱敬军朱敬生住在一个屋子里边,房租呢,也不用他们三个人出。 朱敬元一个人承担下来了这套房子的房租。 他对弟弟们非常关照,尤其是对朱敬全。 朱敬全还不到二十岁呢,岁数也小,性格也内向,大伙呢也都让着他,别人都有工作。 但朱敬全一时之间也没找着合适的,就一直闲在家里边,没事啊,也不说出去找工作,且就是上网打游戏。 尽管如此,朱敬元也不抱怨,好吃好喝地伺候着。 除了负责朱敬全的日常工作,还经常帮他张罗找工作的事,但做梦都没想到啊,朱敬全竟然强奸了自己的女朋友。 朱敬元起疯了呀,后来冷静下来之后,这朱敬元就问葛飞。 飞飞,你说这事儿啊,怎么办呢?要不报警吧。 葛飞就说,老公,我也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家丑不能败羊啊。 报警了,那所有人都知道这档子事儿了,静全还得坐牢。 葛飞这儿说着呢,另一间卧室的三个人呢,就听出来, 大哥、朱敬元房间动静不对,朱敬军和朱敬生以为是大哥跟女朋友吵架,那想过来劝劝。 这时候朱敬全拦住他们了,朱敬全心里有鬼呀。 哎,嗯,他们俩人的事儿,咱们还是别参与吧。 朱敬军跟朱敬生一听,也对,有道理,他们呢,也就没过来。 朱敬元在那儿掂量来掂量去,觉得还是不能报警,不报警,心里这口恶气就出不来。 可怎么办?只有自己解决了,我得狠狠地教训教训静全。 那朱敬元打算怎么教训朱敬全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朱敬元思来想去,还是决定不报警, 但是我还是得想办法好好地教训教训他。 转过时就出去,找了一根下水管,把朱敬全他们那房门给砸开。 朱敬全比朱敬元高出去一头,一把就扯住了朱敬全,把他就拖出房间了, 让他当着另外两个兄弟的面,跪下认错。 这时候,朱敬军朱敬生,这才感觉事情不对。 朱敬全,这心里边也很愧疚啊,低着头,也不敢说话, 但是呢,还挺执拗,也不肯下跪。 你跪不跪? 敬全,哥才问你一句,你跪不跪? 朱敬全,还说咬紧牙关就是不滋事。 过了好一会儿,终于咬了咬牙说, 哥,反正事都发生了,我没什么可说的了。 朱敬元,其实心里边还抱有一丝指望, 希望敬全拾口否认这事, 他希望这样子的丑事不要发生在自己兄弟身上。 这俩人,一个,是深爱着的女朋友, 到了年纪,马上就领证结婚。 另一个,是自己的亲堂弟有血缘关系, 同宗同缘。 这情何以堪呢,怎么面对啊? 可朱敬全一承认, 朱敬元呢,就感觉, 这胸口被人拿刀刺了几刀似的, 给他气的, 当着朱敬军和朱敬生的面, 上去就给了朱敬全几个耳光。 敬全,现在有三条路供你选择, 算是你赔遂吧。 第一条,你去调和, 第二条,你跟我到外个院子里单挑, 要么你把我打死, 要么我把你打死。 第三条,你自己去买瓶农药喝了。 朱敬元,语气虽然不狠, 但这话可够狠的呀, 吓坏了朱敬生朱敬军这俩弟弟了, 赶紧劝他呀。 哥,话可别这么说呀, 他是咱们亲兄弟呀, 这得死人呢这个呀。 朱敬全呢,也不吭声。 他看着朱敬元的脸色足足过了好几分钟,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他说了一句, 我选择喝农药。 就这样, 说完头也不回, 打开大门就出钱了。 见弟弟这么干脆果断, 朱敬元的心呢, 也软了下来, 想追上去拦住弟弟但一想, 这回我要不给他点教训, 以后说不定还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呢, 以后还怎么住在一起, 怎么来往啊。 这时候的朱敬军, 朱敬生也想喊住朱敬全, 朱敬元喊了一声, 都给我站住, 我看谁敢去追他, 看自己的大哥这样, 朱敬军和朱敬生啊, 也就都没动, 想等哥哥消气了, 再劝劝他, 俩人都认为朱敬元, 是气头上说气话呢, 过几天, 让朱敬全给哥哥嫂子, 赔个罪, 赔点钱, 这就算了都是一家人。 他们也认为, 朱敬全这是缓兵之计, 不会真的喝农药坑啊, 知道, 悲剧啊, 还真的发生了, 见朱敬全扔下一句话就走了, 朱敬元这心里边的火气, 也稍微降下来点, 回到屋里边安慰了一会儿女朋友, 俩人最终就都觉得, 要是静全真认识到自己错误, 那也就算了, 有了这回教训以后也不敢了, 随后, 葛飞就上班去了, 女朋友走了, 朱敬元想到弟弟这么小年纪就外出打工, 父母也不在身边也怪可怜的, 朱敬元呢, 又担心静全别出钱, 真干了傻事, 眼瞅着快到十点了, 静全还没回来, 给静全打电话吧, 但始终没人接, 为了把朱敬全给骗回来, 他又给朱敬全发了一条短信, 你农药买回来, 给我看了再吃, 我要看见你吃, 你要是跑走被我抓住的话, 后果你是知道的, 本来想着吓唬吓唬朱敬全, 朱敬全就回来了, 可不光人没回来, 短信也没回复, 朱敬元这心里不踏实了, 万一敬全出了什么事, 怎么跟自己四叔交代啊, 想到这, 赶紧叫上朱敬军朱敬生, 一起出去分头寻找, 同时给葛飞打电话, 发动葛飞身边的同事, 一起帮着寻找朱敬全, 与此同时, 朱敬元还给自己四叔打了电话, 说敬全心情不好消失不见了, 让四叔给敬全发短信, 劝他千万别干傻事, 但是, 他没跟自己四叔说出来朱敬全, 强奸自己女朋友的事, 四叔一听, 儿子不见了, 也着急呀, 儿子自己一个人出门在外, 在老家的爹妈, 怎么可能不惦记着呢, 就嘱咐朱敬元, 你们赶紧找啊, 一定把敬全找着呀, 就在哥仨四处寻找朱敬全的时候, 葛飞给朱敬元打来电话, 一边说着一边哭, 老公, 有人看见敬全, 真去镇上农贸商店, 买了一瓶百草枯, 火到他电话也不接, 这可怎么办呢, 朱敬元停了之后, 我又也害怕了, 赶紧打敬全电话, 还是没人接, 就在这时候, 葛飞又打来电话, 你快回去, 敬全回到房子里了, 好像喝些农药了, 喝了很多, 朱敬元一听赶紧往家跑, 刚一到门口, 就闻到了刺鼻子的农药味, 走进屋里, 就见朱敬全, 蜷缩在地上口吐白沫, 情况十分危急, 朱敬军, 朱敬生, 包括葛飞, 都围在他身边, 一声一声地喊他, 但是, 这朱敬全呢, 已经没反应了, 朱敬元赶紧拨打120, 急救车赶到之后, 把朱敬全送到苍南县人民医院抢救, 5月5号下午2点多, 抢救了15个多小时之后, 朱敬全还是因为喝下的农药量太大, 抢救无效而死, 而此时, 距离朱敬全20岁生日, 还有15天, 后来经过法医鉴定朱敬全的死因, 就是因为百草枯中毒, 朱敬元看见敬全就这么走了, 失声痛苦啊, 可再后悔也来不及啊, 他哭着给四叔打电话, 说敬全病重, 让四叔赶紧来一个劲地给四叔道歉, 说对不起, 没照顾好敬全, 随后, 朱敬元因涉嫌过失致人死亡, 被苍南县公安局民警控制, 眼瞅着敬全死了, 敬元被带走了葛飞, 那哭的是肝肠寸断, 四叔赶到苍南之后, 才知道儿子服毒自杀, 老人哪, 好几回哭晕过去, 后来问清楚来龙去脉, 他是既怪儿子不争气, 做些这样禽兽不如的事情, 又后悔不该让儿子出来打工啊, 2015年1月份, 苍南县人民检察院以朱敬元反过失致人死亡罪, 向苍南县法院提起公诉, 开庭审理之前呢先进行了调解, 双方就民事赔偿等事宜达成协议, 私者家属表示谅解朱敬元的言语过激的行为, 还出具了一份谅解书, 3月中旬, 苍南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公诉人指出, 朱敬元给朱敬全三条路选择的时候, 已经能够预见后果, 行为已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但情节较轻, 归案之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可以从轻处罚, 何亦廷认为, 虽然心智正常的人不会无缘无故地服毒自尽, 但朱敬元得知女朋友被朱敬全强奸之后, 盛怒之下, 手拿自来水管质问朱敬全, 并提出让他选择单挑, 跳河或者服农药解决纠纷, 朱敬全在强奸堂哥女友被发现之后, 羞愧难当, 在朱敬元威逼之下外出, 此时购买农药服用的可能性大增, 朱敬元又因拨打朱敬全手机媒接, 发送短信进一步刺激朱敬全, 因此他对被害人外出购买农药, 应该具有预见能力, 他的行为与被害人服毒自尽的结果之间, 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但鉴于本案的起因, 是被害人重大过错行为引起的, 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又是堂兄弟, 民事部分已经调节并且取得被害人家属的谅解, 根据朱敬元犯罪情结和毁罪表现, 最终苍南县人民法院以朱敬元反过失致人死亡罪, 判处他有期徒刑两年, 唤刑三年。 吕鹏大案纪史, 中外罪案始录, 感谢您的收听, 下期再会。 欢迎收听大案纪史, 我是吕鹏, 咱们今天节目啊, 来说一桩南阳野狐陵女尸案, 这事呢, 发生在2005年, 河南南阳市, 2005年, 元旦前后, 这南阳地区呢, 下了一场多年罕见的大雪, 这雪啊, 积累有将近一尺厚, 大雪过后的天气呢, 也是格外的冷, 南阳市唐河县郭滩镇, 李庄村, 小王庄自然村, 有一老王, 他呢, 闲不住, 1月8号下午的时候啊, 他就顶着这寒风走出家门了, 踏着这积雪, 就向自己家的麦子递走了过去, 想看看麦子受没受到影响, 但是当老王走到村西头的一块麦地的时候, 突然呢, 他就愣住了, 怎么呢, 走着走着, 就发现自己脚旁边, 有一颗白森森的人头, 这颗人头啊, 已经是白骨化了, 老王当时一看, 嗷嗷夜声啊, 赶紧就喊啊, 报警啊, 我家麦地里, 有颗人头啊, 接到报案之后, 唐河县公安局, 立刻成立了专案组, 一开始呢, 自然是来到现场, 对现场环境, 对头颅, 进行初步分析, 技术侦察人员呢, 一致认定, 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恶性杀人抛尸案,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人头周围, 一定还会有其他的碎尸块, 民警呢, 就利用警犬, 进行拉网式的搜索, 在现场周围两公里范围之内, 又发现了半截子, 被掏空内脏的躯干, 一部分腹部肌肉, 还有腿胳膊等等实块, 被发现的这个头颅啊, 我们刚才说了是白骨化了, 是个什么状态呢, 就头上没有皮, 但是有高度腐烂的肌肉, 然后已经能够从这堆烂肉里面看到那个骨骼了, 后来又找到的尸块啊, 也是残缺不全, 平时一发现尸体, 发现抛尸案, 那就看长相啊, 得确定尸元呢, 但这个你可看不出来了, 所有的人体基本特征都不存在了, 民警啊, 就站在雪地上, 看着这些人体尸块, 年龄多大, 身高多少, 相貌如何, 你光凭借这尸块的表象, 你看不出来, 你要是整个的尸首吧, 你能判断它身高, 但现在是一块一块的, 现场尸块旁边呢, 还发现了一个包, 这个包至关重要, 因为这包一看, 就是学生用的, 里面有毕业留念册, 有明信片, 还有一些磁带, 在过去啊, 人们听歌, 没有什么MP3P4P5P8的啊, 就是靠听磁带, 拿个随身听, 对吧, 那么这些物品, 似乎就暗示着死者的身份, 是不是一个学生呢, 或者说是刚毕业的毕业生呢, 由于发现人头的现场啊, 位于唐河县, 以及乡邻新野县的四个乡镇的结合处, 往东160米, 就是省道, 车流呢, 很密集, 地理位置也很复杂, 加上, 刨完尸之后, 又下了这么一场大雪, 对相应痕迹啊, 产生了非常严重的破坏性的影响, 所以, 民警围绕现场周边的搜索查询, 这个摸牌走访, 也没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当然出了这么大的事, 雪地里边发现人头的消息, 很快可就在民间传开了, 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啊, 因为这起杀人碎尸案, 是河南南阳市2005年的第一起命案, 所以18杀人碎尸案, 也被立为了南阳市2005年的一号大案, 针对现场所显示出来的这种痕迹, 警方就判断, 歹徒异常的狡猾凶残, 并且案件的侦破一定会非常艰难, 这起案件也引起了河南省公安厅的高度重视, 也被河南省公安厅列为2005年1号都破命案, 随后公安部刑侦部门也对此案给予了高度关注, 可见这起案件那是从公安部开始, 包括省公安厅, 包括市公安局, 以及各级刑事技术专家, 那都异常重视着一起大案要案, 那么专家们呢, 也先后赶到了现场, 分析案情, 指挥破案, 这场大雪啊,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那是帮了歹徒的忙了, 为什么呢? 各种抛尸的痕迹, 比如说可能存在的脚印, 比如说可能存在的其他物证, 那都让大雪给它盖住了呀, 现场周围交通地理状况非常复杂, 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 技术侦察人员把最初的主要警力和精力, 就聚集到了现场证据的进一步搜索和分析论证之上, 05年的时候啊, 各种高科技的形式技术手段也已经有了, 并且已经运用非常成熟了, 技术侦察人员的努力就有一个目的, 就是让犯罪现场说话, 让这些无名石块说话, 让他们能给警方提供重要的线索, 为了给案件的侦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 公安部还有河南省公安厅的形式技术专家, 先后赶到了案发现场, 公安部著名的人体动物学权威专家张继宗, 法学专家敏建雄, 还有河南省公安厅法医专家李立红等人, 都到了现场做了技术指导工作, 为了最大限度地找到所有石块, 来拼成比较完整的人体, 专案组啊动用了各种各样的搜索手段, 可是事与愿违啊, 其实在现场呢, 有两口机警, 一般情况之下啊, 凶手做了案了打算抛尸了, 那么你扔到警里边这不正好吗? 可是两口机警并没有, 相反的, 在离现场比较远的临近公路的一个寒洞底下, 又发现了两包石块, 所以民警啊也在那纳闷, 这两口机警这么好的, 这么容易隐藏的抛尸地点不用, 反而选择了容易被人们发现的寒洞来抛尸, 到底凶手的用意何在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证据的进一步获取啊, 让刑侦专家们对案件的性质有了进一步的认定, 根据尸体肢解, 毁灭尸体, 并且多个地点投放一部分石块掩埋的这个实际情况, 专家组呢, 为案情算是勾勒出了一个大致轮廓, 确定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恶性杀人随时抛尸案, 根据现场的走访摸牌, 以及气象部门又提供了大量的详细的气象, 还有被抛尸块所处的环境腐败程度等等来进行分析, 受害人应该是被害之后随后被肢解抛尸, 案发时间应该确定为2004年12月21号, 也就是这一年的冬至之前, 大雪虽然说是掩盖了一部分凶手作案的痕迹, 但是大雪也算帮了警方的忙了, 为什么呢? 大雪过后温度低啊, 这就是一个天然的保鲜冰箱啊, 在这样低的温度的环境之下, 尸块的腐烂呢不会有那么快, 所以啊, 尸块上就有可能找到更多的个人的一些特征, 在高科技支持之下, 刑侦技术专家们啊, 终于是找到了三块能够有利用价值的石块, 并且寻找到了与凶手职业有关的铁证, 根据这三块有价值的石块, 刑事技术专家们通过持股联合等科学的计算方法以及相关证据啊, 当然具体怎么计算啊, 怎么推断, 这是专业的课程, 是吧? 咱们也讲不明白, 总之吧, 最后得出一什么结论呢? 这死者呀, 年龄应该是在二十五岁左右, 身高一米五八上下, 体态呢中等偏胖, 营养条件一般, 是一女性死者, 未婚或者是已婚但没有生育史, 经过公安部牙痕形式技术专家认定, 这个女人右上门牙有一个浅横钩, 这是因为发育不良的原因造成的牙齿的变异特征, 根据这些特征啊, 技术人员呢, 就准确地勾画出了死者生前两张唯妙唯小的面部画像, 同时啊, 在尸块上发现了包裹的纱布, 根据这纱布, 再通过技术手段这么一判定啊, 这就发现了能够体现凶手职业特征的铁证, 什么人没事会准备那么多纱布啊, 恐怕是医生或者是懂医术的人员, 在通过抛尸现场获取了相应证据之后, 专案组查找师员的工作方向也进一步明确了, 寻找范围也进一步地缩小, 刚刚咱们还提到一个问题, 现场有两口鸡警, 但是凶手没用, 这也就证明什么凶手对现场并不熟悉, 就是他来这儿抛尸的时候, 根本就没发现这儿有两口鸡警, 这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是作案之后异地抛尸, 而005年5月上旬的时候, 大伙儿啊都在那儿欢度舞一节呢, 是吧, 出去该旅游旅游, 该聚会聚会, 但是南阳市公安局可没闲着, 在南阳市公安局统一指挥之下, 全市各级公安机关多个警种联动之下的寻找师员的行动, 在全市展开了, 2005年5月24号, 一位来自河南省邓州市的老人, 在接到邓州市警方的排查通报之后, 认为画像上的受害人呢, 很像他已经失踪了四个多月的女儿, 于是呢, 按照警方的要求来到了南阳市公安局查询, 这个信息立刻反馈到了专案组, 经过对报案人提供的照片以及特征的查证, 专案组认为和受害人是相似的, 于是决定对他们进行技术鉴定, 5月26号鉴定结果出来了, 那么受害人是不是这位老人的女儿呢? 咱们呢, 本期节目继续讲述南阳随事案,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 2005年5月24号, 一位来自河南邓州市的老人, 在接到警方排查通报之后, 认为受害人很像他的女儿, 所以呢, 就到了南阳市公安局查询, 5月26号的时候, 经过南阳市公安局刑事技术部门的鉴定, 认定此案的受害人就是邓州市小阳营乡, 某村23岁的女青年, 叫张小女, 因为啊, 有此前在抛尸现场通过高科技技术手段获取的铁证, 师员一旦查明了, 那这破案那是势如破竹啊, 在南阳市公安局, 刑警支队领导的带领之下, 专案组呢, 以南阳市区为重点, 迅速对张小女的婚姻状况, 经济状况以及社会交往情况, 进行调查走访, 经过查证, 张小女呢小学毕业, 生前呢, 曾经去深圳打工, 在南阳市呢当过服务员, 售货员, 人员交往比较复杂, 根据南阳市公安局行动技术部门, 通过高科技手段获取的线索, 在南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统一指挥之下, 专案组的民警和派出所的民警相互配合, 将受害人生前曾经活动过的南阳市区早林区域作为重点的排查区域, 经过四天的走访摸牌, 警方确定化妆品店老板刘某是重要嫌疑人, 此后啊, 办案组还确定了医生王某, 崔某等五名重要嫌疑人, 但是, 经过一轮又一轮的调查, 他们的嫌疑都被排除了, 好不容易排查出来几个重点嫌疑人, 这作案嫌疑又被排除掉了, 难道原来的侦破思路有问题吗? 警方决定改变侦查思路, 从张小女的手机通话记录查起来, 经过查证, 案发的前几天, 张小女的准确位置是在南阳市白河以南的早林街地区, 15号下午手机关机之后一直没在开机, 通过对死者手上的胶布以及棉球进行DNA鉴定发现, 上面只有死者一个人的血迹, 因此可以推定张小女是在输液的时候被害的可能性很大, 根据这个判断, 警方对这一区域进行大面积的排查, 重点排查大小卫生所和诊所, 2005年5月31号, 一个个体医生被作为重点嫌疑人纳入侦查人员的视线, 这个人叫房越海, 这人呢是河南邓州人, 各位,跟张小女可是老乡, 他呢曾经在2003年7月在南阳市早林街租房开诊所, 据知情的群众反映啊, 04年12月16号前后的一天夜里突然就搬家了, 20号左右又回来把诊所的墙壁粉刷了一遍, 就在专案组开始重点排查之前, 这个人又去向不明, 2005年5月31号晚上, 南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打药案大队的大队长惠俊仙, 惠同唐河县公安局副局长张海军, 带领了技术侦察人员连夜对房越海粉刷的房间进行重点勘查, 就在这个房间里发现了十几处可疑的点状血迹以及其他的物证, 这次房越海的作案嫌疑进一步上升, 与此同时, 唐河县公安局民警在连夜的排查之中发现了房越海在唐河县境内的行踪, 有句老话说得好啊, 兵贵神速 2005年6月1号凌晨, 唐河县公安局局长别战军带着十来名民警连夜赶到唐河县郭滩镇白马寺街, 房越海啊, 刚搬到这儿来, 这一下子可就把他抓获归案了, 在铁证面前, 50岁的河南省邓州市妖店乡人房越海最终交代了犯罪经过, 那他为什么要杀害张小女呢? 2004年12月13号下午, 从邓州来到南洋找工作的张小女因为胃疼啊, 他就来到了房越海的诊所治疗, 为什么到他这儿来呢? 因为他们早就认识, 毕竟是老乡, 老乡在这儿开诊所, 那治得放心呢, 他过来之后呢, 不仅让房越海给他治疗这个胃疼的毛病, 还想着跟房越海啊, 学学医, 可他没想到这一去, 可就踏进了鬼门关了, 在治疗期间呢, 房越海在给张小女输液的时候, 悄悄地加入了麻醉剂, 因为房越海之前呢, 就感觉这张小女啊, 长得挺呆劲, 这都多性感是不是啊, 好, 我得睡了他, 加了麻醉剂之后, 趁着张小女昏睡的时候, 把张小女就强奸了, 张小女啊, 从小上学不多, 文化水平的比较低, 长相啊, 说实话一般, 他在打工过程之中呢, 也多次受到挫折, 所以内心总是自卑的, 在受到房越海的强奸之后, 他没有想到用法律维权, 反而醒过来之后跟房越海说, 我做生意没钱, 你给我准备三千块, 要不然, 我就告你强奸罪, 房越海啊, 之前就有过强奸的前科, 他一九九五年, 因为强奸病人, 被检察机关批捕之后, 一直在逃, 没抓住他, 如果已告发, 那罪行肯定败露啊, 所以这时候, 他就起了杀性了, 但他呢, 不动声色地说, 小女啊, 这几天呢, 房叔手头有点紧, 这么着, 你明天下午来拿吧, 十五号下午四点, 张小女, 斜夸着小包来到了诊所, 小女, 今天下午, 你还输液吗, 输吧, 输了你给我拿钱, 咱们两清, 房越海一边给他配着药, 一边啊, 就观察着张小女, 趁着张小女没注意, 他呢, 又在这输的夜里边, 加了几支麻醉剂, 输完夜之后, 张小女说, 这头发沉, 困得很, 不一会儿, 张小女可就睡过去了, 等张小女一昏迷, 这房越海用事先准备好的锤子, 猛地就击打张小女的头部, 因为疼啊, 张小女就醒过来了, 喊叫着滚到了床下, 房越海摁住了他, 又下杀手, 把他就杀死了, 随后, 用准备好的菜刀和手术刀, 迅速开始了碎尸, 为了让人不容易从尸块上辨认出死者身份, 他呢, 还运用手术的技术, 进行了扒皮分尸, 把张小女的皮, 尤其是头皮脸皮, 就扒下来了, 当天晚上, 趁着夜色, 房越海悄悄地推着自行车, 把两袋尸块, 就放到自行车上, 天亮之前, 埋在了312国道双铺收费站附近, 第二天呢, 房越海的儿子房强, 就发现了父亲杀人随尸这事, 可房强呢, 不仅没有向公安机关报案, 反而按照父亲的意愿, 去买了食品包装袋, 跟父亲一块把剩余的石块装起来, 帮助父亲, 汇尸灭迹, 2004年12月16号, 房越海雇车带着石块, 赶到了百里之外的唐河县境内, 把其余的石块, 就抛在了唐河县郭滩镇境内, 为了扰乱警方的视线, 他故意在抛尸现场, 留下了学生用的胯包, 以及毕业留念册, 明信片, 磁带等等学生用品, 并且在案发之后, 多次更换诊所的位置, 同时, 为了不引起人们的怀疑, 这自作聪明的房越海, 故意不跑远了, 以利用从医的身份达到这种长期隐藏的目的, 案发过后, 呼呼地下了那么多天大雪, 房越海当时高兴极了, 但他没想到, 在高科技武装下的形式技术面前, 大雪, 那也没用啊, 这正应了那句话呀, 天网挥挥, 疏而不漏, 2005年6月10号, 房越海以涉嫌杀人罪, 被唐河县公安局逮捕, 最终房越海被判处死刑, 他的儿子被判处死缓, 其实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 这不是个例啊, 哪怕时至今日, 依然还有类似的事件发生, 在2020年10月6号, 下午5点左右的时候, 有一个32岁的妈妈叫徐丽, 她到了山东济南立夏区的一个小诊所里边看病, 她的女儿小敏呢8岁, 没人管着, 所以徐丽看病的时候呢, 还带着小敏, 在这期间, 徐丽到二楼接受治疗, 那么这小敏呢独自一个人在一楼玩, 这时候啊, 一个姓张的诊所医生, 就把小敏呢, 带到了诊所一楼的监控室, 还有小仓库里边对小敏实施了尾气, 第二天小敏把这事告诉了母亲, 这才去报警, 直到今年啊, 这起案件才正式宣判, 那么在这儿呢, 就是提醒大家啊, 就医的时候, 尤其是年轻的女孩子就医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 尽量的不要去找那些黑心小诊所啊, 另一方面呢, 就是年轻女孩子在就医的时候, 尽量的找亲朋好友的在旁边陪同着, 避免发生类似的意外, 哪怕不是为了自己的人身安全是吧, 一些黑心小诊所, 它的医疗水平也确实是有限, 在这儿差一嘴巴, 当时我上大学的时候, 有一个有意思的事, 我有一个同学, 踢足球, 被人踩了一脚, 整个滑稽肿起来了, 肿起来之后呢, 我们几个人呢, 就带着他找了一个小诊所, 因为我们学校离大医院也远啊, 就想着种种, 开点药就完了呗, 到了诊所里面, 大夫一看, 哦, 行啊, 拿药去吧, 卡卡写了几个不认识的大字, 等到了药房, 把药液拿出来, 各位猜什么药? 达克宁, 随后我同学就拿着达克宁, 就又回家找大夫, 大夫我这脚肿了, 你看骨头有没有问题, 啊, 没事, 我这不是脚亲, 给我开达克宁干什么, 没事, 回下抹去吧, 这是发生在黑心尘所的真实事件啊, 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件啊, 所以你像我们平时看病, 却找正规的医院, 实在不行, 正规的社区卫生院, 那也是没问题的, 至于那些跟什么饭店宠物店, 开在一块的诊所, 甚至开了菜市场里边的诊所啊, 你一定要留意, 尤其是那些里边坐着一老头恨不得包治百病的啊, 妇科也能治, 男科也能治啊, 骨科外科全能治, 这种, 各位, 一定要小心, 行了, 咱们今天节目做到这,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菜会, 好, 今天的故事讲到这, 就全部结束了, 感谢观看和订阅, 我们明天见, 感谢观看和认可疗 Duba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